體驗 Perfect Mobile 無限的優點 Bye Bye PP手機 再見啦 家用電話 向真正無限說Hello 全省無限任港計劃月費只是15元 無限收發電郵月費只是5元 Perfect Mobile 獲一收費 無合約 無額外收費 真正無限任港 今期的勝中熱話當然是柏絲和亭豐分辨 其實這件事比一班雜誌已經寫了40多天 剛剛的關鍵就是上星期五 柏絲接受了ON.cc的訪問 接著就大爆亭豐不是好男人 不是好丈夫 接著亭豐在今個weekend 就在北京的首映禮首度開康回應他們的分辨 講到他們兩個的關係已經決裂 接下來在律師方面就要跟他們搞這個離婚 原來現在大家對這個離婚還留有一線 有一個原因 原來柏絲就說如果停風再爆料的話 他都會爆料 由於他已經嫁入社家五年這麼多 實在知道他們太多的事了 他說最多是一拍兩散播 究竟柏絲有些甚麼要爆呢 讓我們一起娛樂 不知道 自從謝亭豐和張柏絲傳出了分辨之後 在國內方面都有很多傳聞 其實這些傳聞都幾誇張 包括就有說亭豐鮑爾拉 也有說過柏絲搭上了國內的富豪 所以令到兩個分辨 也有說過由於柏絲和拉姑的關係非常之差 所以柏絲真是頂不住他的奶奶 所以要搞這個離婚等等 其實很多這些傳聞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其實究竟他們兩個為何要分開呢 之前都說過 就說亭豐不喜歡柏絲 就拿了他的身家 而柏絲又覺得亭豐又不是一個好的老公 和好的爸爸 由於他在家對著兩個兒子都當他透明 而且亭豐經常去國內工作 又不空留在家陪柏絲 所以柏絲就覺得無論他病也好 生也好死也好 他老公都不會來的 很多人都說 原本柏絲真的不打算和亭豐搞離婚 因為他實在太疼愛那兩個兒子 他真的不希望那兩個兒子在單親家庭之中長大 但他發覺這陣子亭豐實在太過份了 他就說是亭豐爆料被查兆欣在電台唱衰他 令到他的形象完全插水 就是因為他說完他之後 大家就認為柏絲是一個貪錢的女人 令到原本在談的四個計劃 加上籌勞友整個千萬全部都各自了 所以柏絲就覺得很生氣 為什麼亭豐可以爆料令他形象插水 而他又不可以爆料令到亭豐形象插水呢 他知道他們兩個其實根本就沒有彎轉的了 他已經對這個男人完全死心 所以他就打算將他拿到的證據向傳媒爆料 令到亭豐的形象一樣插水的 其實張柏絲就嫁了他借家五年那麼多 他真的知道他們是很多東西的 他已經有很多的有力的證據 可以證明亭豐講一套做一套的 而且亦都可以證實他不是一個好丈夫 其實他就跟亭豐說 其實他都不想去到這麼盡 但由於亭豐經常爆料令他形象插水 他現在已經很明確地跟亭豐說 如果你再爆料的話他都一樣會爆料 最多令到大家都不可以再吃娛樂圈這行飯 如果你搞到他形象插水的話他都會這樣做 很多知情人士就說柏絲現在已經心死了 看亭豐再會有些什麼行動 他說借家那邊整家人都對他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說現在都有點擔心 不知道他們會繼續做些什麼 他只是說了錢他就不在乎 最緊要就是撫養權 因為他真的很疼愛兩個兒子 很多人都會覺得其實亭豐一開始要搶水的柏絲 都是希望他的形象插水 可以幫助他在這個撫養權官司上面可以有勝訴 不過柏絲就說其實亭豐根本不介意那兩個兒子是誰撫養 最緊要的就是不可以跟他分身家 柏絲就說錢他不是很介意的了 不過撫養權他一定要爭到的 其實大家應該明眼人都應該見到 亭豐之前在馬來西亞放了五日假 他都沒有回到香港那裡找兩個兒子 如果好像他這樣說 柏絲生了他兩個兒子四十多天那麼多 如果他真的很疼愛兩個兒子的話 他一定會回來香港找他們 但到最後都是沒有的 大家反而見到的就是柏絲抱著兩個兒子去公園那裡玩 可想而知柏絲真的很疼愛兩個兒子 很多知情人士就說 現在柏絲不是把兩個兒子給了Rick Chin照照 反而其實他只不過是去了德國那裡做事 很快回來的 其實家裡有三個工人照照 只不過Rick Chin就是負責每天下班 都要去陪伴Lucas和Quintus去玩 見到這樣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 那兩個兒子在香港那裡 如果亭豐真的很想念兩個兒子的話 一定會回來香港找他 但他依然都在這個大馬那裡做事 證明他真的好像不太疼愛兩個兒子 不說那麼久是時候白鑽公投